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带您到中东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六在叙利亚北部对主要的反对派控制的重镇发起攻势 在靠近土耳其的马雷亚镇与反政府武装交战 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 伊斯兰国发动闪电战切断了阿勒坡一条主要道路 这条道路连接马雷亚镇和反对派控制的附近城镇阿扎兹 星期六晚些时候尚未传来交战的详细状况 不过美联社当天早些时候 原以马雷亚镇一所医院负责人的话说 该城镇已经被包围 自星期五以来 他的医院一直受到威胁 阿尔哈菲兹医生在发给美联社的一份电邮中说 我们医院需要紧急保护或者有一条逃离通道 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联军 在叙利亚东部对伊斯兰国重镇拉卡以北的激进分子发起攻势 土耳其媒体报道 美国空袭与土耳其炮击摧毁了伊斯兰国指挥部在该城的数座建筑物 二十多年来坚持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香港支联会 星期天下午举行年度爱国民主大游行 悼念六四27周年 面对近期来自大专学界一些学生会代表 对支持建设民主中国和悼念六四的批评 数以百计的市民参与了今天的游行 从湾仔一路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共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 表达平反六四和争取民主的诉求 今年大游行的主题是平反六四停止滥捕 结束专政力争民主 释放民运人士追究屠成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和建设民主中国 由于香港学联不久前宣布退出支联会 以及包括港大和中大在内的15所大专院校 分别举办六四论坛或十一联校六四活动 参加大游行的学生和年轻人的数目明显减少 紧急情况官员表示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近些天的暴雨和洪水已经导致四人丧生 该州好几个军的军民都严阵以待 看随着洪水水位上涨他们是否需要从家中疏散 一些城镇已经发出了强制疏散令 暴雨使得道路学校关闭一些驾车者被困 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 一次又一次的民调显示 美国人正在渴望有比民主共和两党推定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更好的人选 由支持小政府和广泛公民自由而著称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组成的自由党 是美国除了共和民主两党外 唯一一个在美国50个州都有投票资格的第三党 但是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这个政党代表了什么 创建于1971年的美国自由党 为美国人提供了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 又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 该党赞成在从经济到社会议题的所有领域 减少政府的介入干预 2012年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得到了大选普选票数的不到1% 继续是美国方面的消息 滚雷摩托车队星期天开进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最早始于1988年的这个每年一度的活动 是为了向战争中的美国战俘和失踪的美国人致敬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雷曼佐被认为是这一活动最早的组织者之一 1987年非法飞车党杂志刊登了来自曼佐的一封信 呼吁摩托车骑士们在每年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前的那个星期天 袭击华盛顿 将近3000名摩托车骑手参加了首次活动 该组织表示 这个活动目前已经拥有了100多万的骑手和热心者 预计今年将有50万辆摩托车驶入华盛顿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UA卫视的全球要闻 世界卫生大会落幕 台湾代表团支撑中华台北 蔡英文表示肯定 国民党批民进党政策转弯 双重标准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广岛 献花悼念原爆受难者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广岛值得关注 南京更不应忘记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5月29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晚上半场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 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上任一个星期以来 出台的多项政策与两岸关系 那么下半场我们要带您关注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广岛之行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 今天为大家在台北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 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 以及两岸这个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 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 吴老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 我们就知道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 感谢博弈 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要求到的来宾 是美医间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也是亚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 赵全胜教授 赵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 博弈好 吴教授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 观众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 观众请播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 今晚上半场的讨论 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上任一个多星期以来 多项政策急转弯 包括在刚刚落幕的世界卫生大会 肯定台湾代表团自称是中华台北 这跟过去民进党批评国民党 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 是卖台的说法 立场前后不一 此外 民进党政府撤回了台湾 在冲之鸟海域的护鱼船只 撤销对126名太阳花运动示威者的提告 以及废纸 克刚微调等政策 也被大陆媒体批评为 有如绿色的纸牌屋上演 蔡英文穿剧变脸 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您怎么看外界批评蔡英文上任之后的政策 有一些180度的转弯 像是川剧变脸 您这样看法吗 武汉吴教授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上任以后 第一个要务就是维持稳定 那么所以在对外关系上 尽可能的去满足各方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看到 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面 尽量遵循过去的一些旧规 那么甚至于在冲之鸟礁的争议上面 它也满足了日本人的需求 那么所以我认为在对主要的这些国家 包括美国 日本 中国 大陆 它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挑衅的动作 那么至于在对内部的事务上面来讲 当然它也要必须满足自己支持者群众的一些诉求 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部会首长 也都积极的把他们的政策都推出来 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 好像是这个蔡英文政府一上台 这一个礼拜 这个内外政策跟过去所主张的 都是一团乱的现象 那当然在过去站在反对党的这个立场呢 是针对个别的议题去提出这个反对的意见 可是现在执政之后呢 如果把这些所有过去反对的议题都拿来落实来实践的话 可能会在施政上会造成很大的矛盾 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蔡英文政府 在一个礼拜来的这个执政的一个现象 好的 感谢武汉武教授 回到华盛顿现场赵老师 刚才武汉武教授说上任一个星期 好像蔡英文看起来这个政策有点问乱 那刚才我们抓住两点来谈好了 一个就是世界卫生大会WHA 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上这个林奏颜是台湾的威府部长 他在会上是自称中华台本 原本之前好像还说台湾代表团要抗议 因为之前的这个邀请函上面 有加住一中原则 让台湾一些民众非常的不满 但是看来好像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从23号开到28号是波澜不惊的结束了 没有抗议没有退场 然后中华也没有一些特别的动作 但是这个中华台北就被大家批评了 那个蔡英文好像跟过去的马英九并没有分别 那另外就是冲之鸟这个争议 冲之鸟海域的部分 蔡英文也在他上任之后 马上撤回了到海域去护鱼的船只 被认为说好像在这个护鱼的行动上 对日本太过软弱 这两个问题不晓得 赵教授你怎么看 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问题上 应该说呢 反映了蔡英文呢 在理念与务实这两个方面 他要达到一个平衡 因为从这个民进党的理念嘛 基本上还是往台独那个方向走 但是呢务实呢 就是不要冲击两岸关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就随着原来的一些做法 你比如说这个中华台北啊 这样一些称呼在国际组织中 而不去呢碰撞这个底线 这样呢来保持两岸关系的 一个相对稳定 那么原来刚才你也想到了 原来还要做抗议啊什么的 现在也都没有 那么在这个日本这个问题上呢 应该说呢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涉及一道一个主权问题 和涉及一道对这个今后的专属经济区 如何划分的问题 因为如果是岛和礁嘛 原来马英九的时候呢 强调这是礁不是岛 这样如果是日本呢 是岛而不是礁 就是专属经济区 这里面呢造成很大的区别 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呢 就是台湾的渔船 可是目前这个 蔡英文的这个对外政策呢 那肯定是最重要的 是美国和日本 然后呢当然处理两岸关系 这都是他的重中之重 那么把其他的一些分歧呢 他恐怕就往后的放一放 但是总而言之呢 我想蔡英文是接受了当年陈水扁的一个教训 就是他在台独这个问题上冲得比较猛 那么呢连美国都觉得有点不放心 所以当时呢被叫做麻烦制造者 而现在呢 蔡英文的总统做法呢 相对来说呢 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出现 那么在同时呢 那么具有一个 有的报道也讲到的 比如说 岸信夫啊 还有其他就是安倍的弟弟访问的时候 也谈到了这个冲之鸟交 冲之鸟岛这个冲污的问题 同时呢 也就这个台湾渔民的这个 在这个相关地区啊 打鱼啊 好像也有一个内部的 这个桌下的这么一个妥协 那么这样呢 这个那么蔡英文呢 他就 刚才我讲到理念与现实 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 又得要这个实际利益 但是面子上又要好看 所以又要有理智 又要有外表 所以这个问题的平衡 还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好的 谢谢赵全生教授 继续请教吴翰教授 这个 反正这个蔡英文理念与现实的妥协 不过我们看到有很多政策方面 尤其是台湾内政的部分 好像看来是所谓的马归 蔡不随啊 马上就做了一个转变 刚除了提到的这个冲之鸟的部分之外呢 还有这个废纸科刚微调 还有这个撤销对太阳花 运动一些示威者的这个提告 等等这两个部分 不晓得武汉教授尤其怎么看 尤其是科刚微调的部分 事实上也引来了北京方面的关注 国财办就说 如果你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 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因为你去决定要自己去写自己的答案 那么内政的部分太阳花撤告 还有废纸科刚微调这两个部分 不晓得武汉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在这个318太阳花这个学运的这些这个被告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讨论过 那当然这个站在林权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些都是有功之事嘛 就是为了这个让绿色政权重新执政 所以那既然是有功呢 如果再去提告这个事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就有所谓的成王败寇之论了 那当然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法治社会来讲 它也是一个挑战 那么至于说这个科刚微调的部分呢 在去年这个科刚微调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最后不了了之 那么当然科刚微调这里面涉及到了 尤其是在历史课程里面的这些很多争议 尤其是不是把这个日本殖民这个时期的一些一些措辞啊 把它美化了 那么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的政府的这些阁源呢 大概一上台之后就力求表现 所以把各种这个议题啊 都拿来扶在台面上 那么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符合台湾整体社会的期待 或者是会不会造成两岸之间的一个冲击 我想个别的阁源可能都没有去设想到 那么但是实际上来讲 那么这种科刚微调 当然涉及到台独意涵的一些内涵 那么尤其在中国大陆呢 特别把台独的这个概念啊 从法理的台独到文化的台独都做了一些这个界定 那么光是法理的台独还不足 那么如果假如说在台湾的整体的教育上面 去中国化把它搞得这个如火如荼 那么基本上在实现文化的台独 它最终还是要在是被认定是走台独的路线 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冲击到两岸关系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立刻回到华盛页 请教赵教授刚才提到这个废纸课刚微调 因为包括里面有一些日本殖民的这个文字 所以有这个台独的意涵 当然也就引来马上国台办方面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关注 那么我们从此来看这个蔡英文是不是 你刚才也提到理念跟现实的妥协 他可能民进党内部还是有一些人形象台独的 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北京在蔡英文就职之后的一个反应 初期各界看来是比较克制的 包括美国这边的专家都说 北京事实上可以讲得更重一些 但是并没有 但是看这一个礼拜以来的一些文攻武贺 似乎也有所谓升级的趋势 尤其是在台独方面 就看到这个张志军就说 这个两岸关系你一定要讲清楚 这是重大原则问题 蔡英文你得回答 如果继续搞台独的话 他讲得更白了 就说这是死路一条 你有看到北京对蔡英文就职以来的 这个文攻武贺有升级的趋势吗 赵教授 现在这个事其实是这样 就是双方的 特别是大陆的 这个底线也好 红线也好 是非常清楚的 他就是说不要触碰 这个两岸同属一中 这样的一个底线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刚才你比如说 这个教育部 这个微调 教科书 这些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 它是 刚才武汉教授用了个词 我也很赞同就是有这个去中国化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都知道呢 民进党的党纲里有台独的这一条 但是呢 一直没有把它去掉 只不过现在不是正面去提它了 那么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的判断呢 就是大陆方面呢 还是在观察 在某种意义上也在讲 也在看呢 其实呢 国际上也是 两岸的双方也是互相呢 来看看对方呢 谁先犯错误 就是谁走得过了 所以双方都比较慎重 这个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毕竟 蔡英文 这个 登位嘛 一来 也就是一个星期嘛 记得在陈水扁一开始 也是这样 听起言 关机行 听起言 关机行 也是经过了一段时机 恐怕蔡英文呢 也是接受这样一个教训 刚才讲到的世卫组织这个事 也是表现出 在这样的一个具体问题上 还是有务实的这一面 而不去触动大陆的体现 那么至于将来怎么样 那确实还在观望中 在观察 好的 谢谢赵教授 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博弈 好的 那么 谢谢东宁 那我们首先再请教 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也是关于刚刚东宁 请教赵教授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 目前 大陆方面对台政策 到底他们是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方向 虽然刚刚东宁觉得说 这个 有提到说 这个张志军用的一些词 或者是 这个中共官媒 人民日报 他们用的一些词 非常的严厉 有些人甚至还 人身攻击到了 但是 从实际的作为上来看 我们刚刚也提到 WHA 两岸没有任何冲突的 就顺利的结束了这一场 然后至于说 在官方的管道上 陆委会跟 这个国台办的管道 虽然是层级变低了 但是 还是有在沟通 那海基会 海协会 海基会也是说 目前两会的管道 也是在 维持 正常维持当中 好像并没有什么 跟 特别大的变化 除了说在发言人 或者说在言论上的一些 特别高调的一些警示 那您觉得 这言论跟动作上的区别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 我们在这个 看到这个 520 这个蔡英文就职之前 大陆把这个调门拉得很高 那么也出现了 这个军事演习的一些动作 但是在520 这个就职演说里面 大概提的 就是蔡英文的这个 对两岸的政策 提出了一些 过去所没有的这些 观点 包括了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 以后在两推动的这个政策上面 依据这个来 那过去这个是 蔡英文没提过 那么既然是中华民国宪法 它就涉及到 这个一中框架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隐含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而且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也设计的是指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所以说在这样的条件 虽然看起来是不满意 但是也可以接受的 那所以现在我认为是进入了一个 另外一个观察期 也就是说既然已经初步能够达到一个 一个大家所共期待的一个目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施政上面 会不会有什么插枪走火的地方 或者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那我认为这个现在到未来 在未来这一段时间 我们都应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WHA 只要大家都批持礼商往来 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在未来呢 如果假如说这个形势 能够这样子维持下去一段时间 我相信两岸互动的一个新的模式 会慢慢的形成 但是如果假设说出现了一些 比较激烈的一些动作 或者是有这种插枪走火的事情 那就很难讲了 是好的 谢谢武汉文教授 那么继续我们回到华夫请教 赵全胜教授 就是也要谈谈蔡英文在处理美日 跟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问题 那在马总统执政的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呢 他一方面到了太平岛去 一方面在发生了冲蛇鸟礁这个事情 这个大规模的准备要派见护鱼 这个使得台湾跟这个美国 日本的关系都相当的紧张 那等到蔡政府上台之后呢 一方面是这个冲蛇鸟的问题 他先赶快解决不管这个名称 或者是方式大家满不满意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呢 虽然说有意开放美株 引发内部的抨击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AIT的台北现任台北办事处处长 梅建华 他之前呢找了前五任的 这个台北办事处处处长 六个处长一起齐聚一堂 拍了一个庆贺台湾 民主成就的一个影片 这个也是让台湾的网友 这个非常的这个吓一跳 六个台北办事处处长都在一起 很不容易 而且还说这个台美关系在呢 那您觉得是不是蔡政府的确在 努力的要修补 台湾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那么其实也是有意要把台湾对过去被强调是所有的东西好处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批评要开始做一个平衡跟调整您的看法 其实马英九时期啊 他对内对外包括他的这些政策包括像太平岛啊 像这个冲之鸟礁啊 钓鱼岛啊这些 他应该还是秉持一个民族大义这样的一个 他的观念里啊 应该这方面是比较强的 那么蔡英文相比而言呢 这方面应该是比较淡的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恐怕相应的政策也会出现 但是你也走不出 你比如说蔡英文钓鱼岛这个问题 蔡英文他也在说钓鱼岛是宜兰县吧 也是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吧 这样一个角度 那么马英九时期 其实他自己给自己得出的一个成绩单呢 就是他不光处理好大陆两岸的关系 而且呢对美对日也基本上是平稳的 那么在最后由于这个 刚才讲到这个冲之鸟礁也好 还有太平道也好 有一点不同 对吧 也并没有说太大的问题 对吧 你比如说对美对日 你比如说这个岸信夫来 马英文还在的 马英九还在的 既拜会了蔡英文也拜会了马英九 所以还是比较平稳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就是蔡英文恐怕要更要加强 对美对日这样的一个 恐怕今后呢 在执政的时候呢 这方面的力度呢 它会更大 对大陆呢 因为这里面 我们都知道绿营和大陆呢 缺乏的是一个沟通和互信 它不像马英九那时候 那个蓝营 两边在连战那时候就开始 一直搞到十来年 所以她的沟通管道是很畅通的 那么也有一定程度的互信 那么现在这个如果是保持海峡两岸的稳定啊 那么蔡英文恐怕呢 要加强对大陆方面呢 就是沟通的管道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互信 恐怕完全的互信呢 这个还是很难做到 但是呢 增加互信 而避免不必要的擦枪轴火 以至于冲突 这个还是她的当务之急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东宁 好的 还有下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谈一谈 您对蔡英文上任一周以来 各项政策出现转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首先我们接近山东的彭先生 山东彭先生您好 请讲 山东的彭先生能够听得到我们吗 好的 我试试看另外一条线 台湾的听众 中立的林女士您好 请说 中立的林女士能够听到吗 好的 我们好像台湾这条线 暂时也是没有办法接通 不过看到 已经有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 就是河北张先生 我再试试看 河北张先生 您好 听到的话请讲 河北张先生 好的 我们今天可能电话 先暂时出了一些问题 修复之后 我们会再接听一轮 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 请您继续的耐心等待 并拨打我们的听众来电 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 刚才其实 我也提到了一篇文章 我想请教这个 戴喜华盛顿 赵教授您的意见 就是我们看这个北京 对于蔡英文就职之后的 各项回应 其中有一篇 特别引起了这个争议 也就是新华社旗下的 这个国际先去导报 24号刊载了一篇 署名海协会理事 网卫星撰写的文章 里面特别提到这个蔡英文 因为她单身这样一个状态 而在形势风格和政策上面 偏向情感化 个性化跟极端化 此文一出在台湾 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面的冲击 包括连大陆后来也 关注到了外媒都说 这是一种性别歧视 您怎么看 这篇有网海协会理事 所署名的一篇攻击 蔡英文人身攻击的文章 对 其实这个评论 在大陆也是有各种不同的议论 我们也都知道 对女性领导这番外的关注 应该还是有 比如像朴槿惠 当时所谓的三无 没有家庭 没有孩子等等 但是朴槿惠那个呢 还是从正面的角度 对吧 因为她有她的特殊的家庭背景 那么蔡英文这个呢 恐怕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也有一些负面的评论 其实大陆我看到一些 也是对这个 也是有持一个批评态度 那么现在我再回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呢 实际上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新政府啊 还有这个大陆对待蔡英文的这个态度啊 双方呢 都有一个互相观察 国际舆论也有一个观察 实际上就是在 刚才我用了一个词 就是在看谁先出错 所以这个方面呢 双方从整个来看 还是比较稳健的 刚才讲到一个小报呢 的提法 那也可能 可能也算是这个 市井杂谈的一个议论之一 并不一定就代表大陆官方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呢 双方还是相当慎重 对这个各自的评论 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 一个多星期 我们没有看到太大的动荡 有一些分歧 所以大家还在观望的过程中 好的 谢谢赵教授 也同样请教在台北的武汉 武教授 当然中华民国 台湾出了第一位女性的总统 但是现在她单身的状态 却被对岸的一些 刚刚赵教授用小报这样来形容 来做一个攻击的一个 单身这样多一个攻击的一个文章 不晓得台湾各界的反应 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武汉武教授 当然这个评论在这个网路上 当然是引起了一些讨论 但是也没有造成在台湾的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评论 我认为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因为长期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 就是对于这个性别的或者是族群的 甚至于职业的各种刻板印象 现在都尽可能的不去强调它 那么甚至于有在任何领域里面 对于这个性别强调的就是性别平等 所以这个不会再用这样的一个字眼 去专门批评哪一个人 那当然在大陆会有人这样子来用这样的词汇 我相信也在大陆比也不是主流的意见 那么应该是他个别的一种看法 那我们觉得对于蔡英文的观察呢 还是要从他的整体施政 看看是不是能够符合大家的期待 从这里看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一个礼拜以来 那么我们先不谈这个林权内阁 这个大家这个黄墙走板的表现 从这个蔡英文在处理对外关系上 我觉得大致上OK的 就是在算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 那么将来是不是能够在长此以往 在所有对主要主要国家 都能够维持一个很良好的互动关系 我觉得这是在考验他在施政上的一个智慧 好的 刚刚也提到说 施政能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是最重要的 这个单身状态会不会有没有批评 还是一件比较次要的事情 不过我想继续请教吴汉吴教授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讲说蔡英文上来之后 一些对内政策一些比较问乱的状态的话 跟过去立场不一致的情况 还有一个例子 好像是凸显了说过去民进党批评国民党 但是现在当家的层才知道说 原来这彩米都很贵 这就是过去民进党批评 马英九的是油电双掌 但是现在上来之后 这个行政院长林全也说 未来的电价可能只有涨没有降 那这个部分可能也让台湾有一些民众 或者说国民党的人是很难接受 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 他因为上来之后才发现 要当家作读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些议题是过去 他必须要更深重考虑的呢 汉吴教授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反对党 他因为不必负责 所以他只管把议题抛出来 所以当时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就抓住各种这个小辫子 不断的在攻击 那么当然油电双掌 这也变成他们攻击的目标之一 可是我记得当时马英九 在提这个油电双掌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他叫这个叫做以价质量 就是能够促进一个新的一个能源的节约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价格高了嘛 那么大家在使用能源上面就会注意一点 我觉得在在某种理论上来讲是OK的 可是对于人民的感受来讲是很不好的 所以这个是马英九当时没有注意的 可是今天碰到了民进党在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说媒体到目前为止 在这个还是比较这个对于这个绿营的一个批判 还是嫌弱了一点 当时大概对马英九批评的声浪来的是比较急比较强 那么现在只要绿营出任何一点问题呢 好像在这个不管是蓝营的这个委员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媒体啊都显得苍白无力 要不然要是以过去的力度来讲 今天这个新政府所犯的错误早就已经被打趴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新政府还有一段蜜月期 是但不晓得这个蜜月期能够持续多久 谢谢吴汉教授 那么最后也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今天上半场 他因为上任以来这一个星期的新政 或者是其他的变化 跟我们作为一个上半场的总结 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 我觉得从内政外交有所区别 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这也是自然的 有不同的政策 对美国的日本 对两岸关系 还有岛内自己的 像太阳花呀 像这个他有一些变化 还有教科书啊 还有这个电费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啊 最大的一个关还没有过 这个关就是两岸关系 这两岸关系目前上述平稳 但是从大陆刚才也讲到 张志军其他各方面都观察的 都是刚才讲到听机员关机型 恐怕还在做 我现在强调的就是说 马英九时期那个时候 刚才讲到管道的畅通和互信的建立 恐怕这可能是一个关键 我也不太了解啊 这个就是绿营啊 到底在管道方面 应该是肯定是有 但是有多畅通 大家对吧 这也是个问题 那么互信呢 现在谈不上 因为这个相互的参议也很大 这样就容易导致 你比如说 大陆曾经用过一个词 叫如果不承认 这个九二共识 就会地动山摇 那么恐怕地动山摇 从目前蔡英文的相对来说 比较务实的 目前的还不会有 但是会不会风雨飘摇 是吧 有一些风风雨雨会不会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呢 恐怕这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好的 感谢赵教授 吴汉吴教授 我想作为一个反对党 那么在在在野的时候 那提出各种质疑啊 都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这作为执政党 那么基本上执政党本身 不是来创制造问题的 执政党是来解决问题的 那么如果假如说 这个执政的这些阁员 还是带着过去一些 这个潮莽的这种个性啊 在处理这些这个国家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政策 可能我相信将来的争议会蛮大的 但是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个磨合期 那么在对外关系上也是如此 那么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力求平稳 但是最终他会不会把过去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意识形态 最后还是要形成为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轴 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因为从目前的看法来 好像这个过去所主张的这些台独啊 不管是都好像都把它销声匿迹了 那么但是未来的一段时间 那么在包括对内政策上会不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 好的 感谢吴教授 那么有关于蔡英文新政和两岸关系的讨论 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 海峡的南稍后还要带您关注的是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广岛之行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五访问日本广岛 在广岛和平纪念碑前献花 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同悼念原爆的受难者 并拥抱一名年长的原爆幸存者 成为了第一位到访广岛的美国现任总统 奥巴马在纪念碑前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 有关二战的记忆不能够随时间淡去 广岛的苦难不应该被视为和子战争的开端 而是人类道德觉醒的开始 不过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就美国当年 对日本投下原子弹的行为道歉 对于奥巴马总统的广岛之行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广岛值得关注 但南京更不应忘记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秦成赵教授 您怎么看奥巴马总统的广岛之行 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层次 一个叫理想主义的层次 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层次 那么理想主义的层次 从奥巴马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无核实现 这是他一上来 就是坚持提倡这个世界的无核 那么广岛之行 这个无核化 怎么样再处理这个问题 也凸显了有这么一个 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叫道德制高点 这样的一个角度 但是下面一个层次 就是现实主义这个层次 现实主义这个层次 主要是强化美日同盟 那么美日同盟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 日本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石 那么日本内部呢 也不时的有脱离美国的这个呼声 那么奥巴马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强化了美日的同盟 能够使日本呢 跟这个美国呢 就更加的保持在一起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应该讲啊 奥巴马这一次去啊 他基本上还是实现了这两个目的 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那么与此同时呢 当然了也不能忽视呢 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个反应 比如说韩国对这个问题也有反应 那么这个对中国大陆 王毅外长呢也讲到了 说不要忘记南京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也就是督促呢 日本方面也应该做出同样的行动 对吧 但是奥巴马这个地方 应该我们应该强调的 他并没有道歉 对吧 而只不过是表达了一下这个理念 和强化美日同盟 但是与此同时呢 也是呢 化解就是战争或者二战 所带来的仇恨和痛苦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实际上也给日本呢 立下了一个榜样 就是日本呢也应该 这个比如南京啊 等等方面 去跟这个周边的邻国 特别是中国大陆和韩国 朝鲜半岛来进行和解 所以这样的一个姿态 应该呢 是奥巴马的一个本意 日本方面 他的想法当然有 比如他更多的 要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受害者 而不是加害者 对吧 所以呢 这里面呢 恐怕日本方面值得反省的地方 也是很多的 好的 感谢武汉赵玄生教授 继续请教武汉教授 刚刚提到了这个 现实主义跟立想主义 似乎也是奥巴马希望 透过他这一行 这广岛之行 能够在这历史的救赎 跟战略的布局上 这两方面都进行一个 安排跟考量 那另外提到说 这个也牵动了 敏感的美中日关系 尤其是这个战争责任的问题 尤其是台湾过去也有这个 大家很关注 慰安妇的问题 事实上马英九总统 在现任之前 也不断强调这方面部分 尤其是这个战争责任的问题 有没有再次被大家调起来呢 武汉武教授 在台湾只是报道这个问题 但是相关的评论并不多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评论 因为在台湾来讲 对批评日本这件事情 是显得无力的 台湾也毕竟不是一个 对日本产生仇恨的一个地方 那么可是过去在战争中 跟日本有过仇恨的 包括韩国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 他们甚至于包括俄罗斯 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意见 特别是韩国针对这个欧巴马 这次到这个广岛的 这个纪念碑去献花 可是就对不远处的 这个韩国的受难者 却没有去去悼念 那么韩国人就觉得 这件事情很受伤 那么甚至于韩国的这个 这个受到援报幸存者的民众 这个欧巴马也没有会见 只是跟日本人表达了善意而已 所以韩国对这件事情 是比较耿耿于怀的 那么当然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去年在纪念抗战70周年的时候 那么中国大陆盛大的这个阅兵 也邀请了美国来参加 结果美国就拒绝参加 那么今年呢 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原子弹 援报的71周年 去参加了日本 那当然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在对处理 对中国的关系 跟对日本的关系 还是有差别的 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 美国人在强调这个区域和平 那么因为这个广岛的这件事情呢 是一个以这个和平为诉求的 这么一个地区地方 那么但是在纪念抗战70周年的阅兵呢 看起来好像是在这个耀武扬威 是强调军事力量 所以当然美国就拒绝地 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这个这件事 其实在从一个第三者的 这个角度来看呢 是其实说起来 不管它是现实主义也好 或者是理想主义 它是美国跟日本的 应该是唱了一个出双簧 因为这个美国跟日本 这个只是强化了美日关系 并没有办法去 对其他周边国家 造成更大的一个效应 那么特别是日本 在这件事情上相当得意 那么所以日本的相关的媒体 还评论 说这个这件事情足以显示 过去美国跟日本 是这样这个敌对的一个国家 都能够变成现在这么坚强的 同盟者 难道其他的国家不可以吗 那看起来好像是 其他国家有问题 所以日本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想这个是日本人在处理 区域事务上面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盲点 比较起德国人 在处理二战的这个态度 日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跟检讨的地方 好的 非常感谢武汉教授 立刻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生 赵教授 刚刚武汉教授提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就是去年是这个二战结束 70周年在北京的天安门前有一场大阅兵 邀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是他并没有出席 那么现在是这个广岛援报即将满71周年的这个时候 今年2016年 奥巴马反而是去到了广岛 献花悼念 还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 你怎么看其实这是一种时空的错位 就是二战结束了70年71年了 可是我们看到美中日之间的关系 有一种巨大的变化 过去的敌人现在变成了美国最亲密的盟友 美日同盟 可是过去曾经这个协同作战 当然当时是中华民国了 协同作战的这个中国好像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盟友 现在甚至有人说中国是美国的潜在对手 你怎么看这种70年之后 当时战争的这个盟友变敌人 然后敌人变盟友这样一种错位的现象 这个当然有句国际关系 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当然了像美国的最重要的盟友 那么一个是北约 一个就是日本盟友这个角度 那么至于具体的安排 这里面也有一些具体情况 首先呢像大阅兵这个事 欧巴马他自己没有去派了驻中国大使参加 那么其他的西方国家的领袖都没有去 基本大使级的人物 那么当然了像俄罗斯的普京 韩国的朴槿惠这个是去了 对吧参加 那么这一次呢 应该是日本长期的铺垫 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你比如说前总统卡特 那么现任国务卿这个克里都去了 而且就不久前去的 而且这次是利用呢 G7 对吧 这个齐国集团会议 欧巴马人在那儿去也方便 所以这样呢 也是日本长期攻关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凸显了两个 如果就事论事的话 凸显了欧巴马对日关系的重视 那么同时也凸显了 日本公关或者叫软实力外交的一个进展 我们都知道九月份杭州要有G20 那么G20的欧巴马也要去 这个谁呀 安倍也要去 现在都在底下在运作 欧巴马习近平的会面是肯定的 但是安倍习近平怎么样 大家也都在 有一种说法说 恐怕这次是要见的 有一种说法说还要再看一看 反正不管怎么样呢 到现在呢 大概三个多月 这三个多月里面呢 恐怕也是紧锣密鼓 所以G7 这个日本是用了这个地主之变 那么到了G20 中国怎么用地主之变 这个也会 这个也是大家要事不宜待 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 感谢赵学院教授 一句请教吴汉吴教授 除了我们刚刚看这个美中日关系之外呢 事实上这可能某种程度 也牵涉到美国的这个内政的问题 包括了这个 奥巴马总统去到广岛 进行悼念 实际上就是日本从这个 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 但是这就引起了美国内部 一群群体的不满 那就是美国的二战老兵 就觉得退伍军人说 总统这样子去到广岛 进行一种悼念 好像把他们当年的一种行为 这样置于何地呢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 尤其是明天又碰到了 美国的国殇日 你怎么看美国内部 对于奥巴马总统广岛 执行的一些反弹呢 武汉吴教授 当然这个二战的老兵 对于这件事情是不堪回首 那么尤其当时 这个日本人的残暴的 这个行为 那么甚至于包括对 台湾的老 台湾过去的争的兵 也是如此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刚刚赵教授讲 这个日本人做这个公关 已经做很久了 所以慢慢地让世人淡忘了 日本是当年这个 二战的一个发动者 而且是一个加害者 那么所以这是日本 在国际行销上的一个成功 当然美国人在这个事情上 因为他有一个道德的制高点 所以美国必须在这件事情上 拿捏分寸拿捏得刚刚好 那所以我刚刚在讲 这件事情看起来 好像是美国跟日本唱了一个双簧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唱双簧呢 因为就是为了强调 美日同盟的关系 那么既然强调同盟关系 还有一点就是 那么他的主要对手 就是俄罗斯跟中国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那么让美国跟日本 过去尤其在这个日本 大概在原爆受难者的民众 心里面还有很多阴影 那么经过欧巴马这一次去悼念 那么去这个拥抱 那么应该会对这些原爆的生存者 或者是他们的家属 会弥平了这些伤痕 那这对美国跟日本之间 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看到 美国内部也有一个声音 就是说那安倍什么时候 可以来看看珍珠港啊 那么我们就想说 这个大概这个事情 我想这个时机 也应该是为期不远了 好的 非常感谢武汉教授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了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刚刚这个武汉教授的问题 就是我想请教赵全生教授的问题 就是这个刚刚赵教授也提到了 这个日本为了希望这个欧巴马去广岛 就活动了很久 终于把这个欧巴马给活动去了 这个天下没有白活动的活动 这个日本美国也希望这个安倍 能够在今年12月7号 也就是珍珠港事件 爆发这个75周年的日子呢 到这个珍珠港去 这个有一个美国不具名的高层官员说 如果这个安倍不去的话 美国将会很吃惊 但是安倍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他目前还没有规划 那想请问赵全生教授 他这个人情债会不会飞还不可 这里面有一个内部运作和时机 这样的问题 另外这样的一些决定 他不光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行动 同时还有一个基于大战略的考量 也就是说欧巴马这次去 他还是要就是加强美日同盟 因为美国内部也非常的担心 日本这种反对生来 反过来如果安倍去了 那么恐怕也是就是去这个珍珠港 也是要从加强美日同盟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去年12月 日本和韩国在美国的推动下 就魏安夫问题达成了协议 而且日本还赔赏魏安夫 对这个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因为安倍代表 在一顿程度上代表又请势力 他拒绝就魏安夫这问题 可是美国推动 那么为什么要推动这个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两大盟国 亚洲一个韩国一个日本 你们不要吵 不要把历史问题赶快解决 解决以后合在一起 当然并不是说签订一个条约就能解决 那么反过来就说到这个安倍 如果有这样的行动的话 有这样的考虑 恐怕大战略的考虑是第一位的 而真正的就这个战争行动 做什么姿态 这个反正是第二位的 好的 谢谢赵全山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想请教武汉武教授 刚刚赵全山老师说 美国希望日韩之间 把这个历史问题赶快解决 但是有的时候光是 国家内部之间的历史问题 都很难解决了 比方说这一次安倍到广岛去 这个大陆的外长王一就说了 那个这个日本你们要美国 别忘了广岛 那你日本怎么可以忘了南京呢 但是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在 台湾的历史上 其实逐渐的越来越少变体 甚至抗战的历史 也越来越少变人提起了 那么当然刚刚我们上一个节目 节目上一段提到 有克刚的问题 您觉得目前这些历史问题 越来越在台湾内部被淡化 它到底是一个 是克刚的造成的呢 还是因为真的像是 蔡英文先生所说的 是一个天然毒的现象 我觉得在这个国民党 国民政府到刚到台湾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对于 这个回归这个 回归祖国这件事情啊 大部分都还是认同的 但是因为这个国民党 在治理了台湾一段时间之后 那么造成了一些 反对运动的发展 然后这些反对运动 在结合一些台独的运动 那么这些台独运动 是怎么来的呢 那当然就是跟 也跟国民党在施政上 有一些关系 那么这些施政的这个 觉得他的既得利益被剥削了 所以他反而去怀念 在日本是统治时期的一些 一些好处 那所以这样的形成的慢慢 开始在台湾内部 有了一种就是属于 你是中国意识 还是台湾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当这样的所谓本土运动的发展之后 慢慢的越来大家越 因为台湾毕竟跟中国大陆 分离了一百多年 那再回过头来 大家想那我跟中国大陆 到底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那再加上课程上面 在教育上面 慢慢的再去淡化掉 过去跟大陆之间的一种连结 所以现在年轻人 大体上都已经觉得 中华民国曾经在大陆吗 这会有怀疑 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宪法 当时是在大陆制定的 现在也没有人提这个事 大概都认为它是在台湾制定 所以这个是在年轻一辈 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所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蔡英文讲的天然度 但是不是天然度 其实是因为在我们的 整个的教育的过程里面 慢慢去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所以今天回过头来说 我们抗战 大家要只想 我们哪里有抗战 所以今天就变成了 说用中占这两个字 反而是大家愿意接受的 那中占这两个字呢 其实是日本的观念 日本没有讲说这个 它就是中占 那所以现在反而愿意接受 日本的很多说法 是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奥巴马的广岛之行 有这个历史问题 战略问题 有台湾内部的寝思 接下来请来我来宾做30分30秒钟的总结 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 赵全胜 赵教授 好 我想能讲一下 就是中美日 这个三边的互动 构成了亚太国际关系的 一个主要的这个戏码 那现在这场戏呢 那现在这场戏呢 还在演出 台湾呢 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场所 所以在这方面呢 台湾无论往哪个方面走 内政外交 离不开中美日这个大的战略格局 所以呢 有这个战略格局的眼光 这个对所有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要 以保证地区的稳定和安和这个和平 好的 谢谢赵教授 吴汉吴教授 简单的总结 这个美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联盟 当然是在亚太地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应该算是区域稳定的一个基石 那当然在中国大陆在目前逐渐崛起的过程里面 跟美日之间如何去较量 这件事情 当然台湾势必是夹在中间 那么台湾必须去好好地审慎地去处理 如何去跟美日之间的一个关系 跟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 只有把这两个关系都处理好 台湾才能够在生存发展上 走出一条自己的抗中大道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跟这个分析与讨论 那么今天没有办法接到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呢 我们感到非常地抱歉跟遗憾 那么也希望听众观众朋友们 继续地锁定我们海峡论坛节目 特别是中网新闻网的朋友们 也感谢您透过中网新闻网 来收听海峡论坛节目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到这里 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武汉教授 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赵教授 非常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可以登入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并发表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奥巴马总统呢 在广岛悼念受害者的时候说 历史的记忆不能遗忘 那么明天是美国的 阵亡将士纪念日 奥巴马总统表示 在这个日子 我们将怀念每一位 再也回不了家的军人 奥巴马总统的广岛之行 和国殇日谈话 将人们的视线又再次带回到 71年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美国之音呢 也特别借由这个时机 推出穿越1945的电子书 繁体版 向所有的阵亡将士 与二战老兵致敬 并带大家一同思考 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 与那场战争 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 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 借由访问二战老兵的 口述历史 加上康日明将后代 对父亲的回忆 为观众们还原 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 并探讨当时 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 及其对现今 东亚局势的影响 本片在上个月 荣获2016年 纽约国际影视节的 历史类纪录片影响 穿越1945电子书 改编至这部获奖的纪录片 比去年底退出的 简体版 增加了更多丰富的内容 也补充了许多 珍贵的历史档案与照片 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前往美国之音中文网 首页下载PDF档案 或以EPUB的格式 在平板电脑 或手机上阅读 也欢迎读者来信 分享您的读后感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chinese.voanews.com 我重复一次是 chinese.voanews.com 好的 海峡论坛 非常感谢您 今天晚上的收看 祝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 老师谢谢您 谢谢 今天还是 那马上 你不过很可惜的是 我们听众来电 你也没有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